抗議報導不公 抗議報導不公 抗議辯論不公 抗議辯論不公 這一次台北市長辯論事情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那很多人其實對這事情沒有敢 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給大家聽 這一次這12位台北市長參選人 誰沒有繳150萬 每一個都繳150萬 你說蔣萬安 黃珊珊 陳時中 跟我們書換字繳的錢 書換字繳的腳比較少嗎 還是其他市長參選的腳比較少嗎 那為什麼大家明明都繳一樣的錢 可是卻這個大小也這麼明顯 如果大家聽不懂 就是你去餐廳點餐 你跟別人點一樣的 結果人家來的是全部套餐 你來了沒有湯沒有甜點 被打折了 這樣你會爽嗎 沒有人會爽嗎 所以這個換到市長選舉就是一樣狀況 大家來都是15萬 繳的錢都一樣 結果出來 就他們三個在玩 這樣子我想沒有人會爽 所以我覺得公平是最基本的 大家繳的錢一樣 該有的權利本來就該一樣 不要在那邊NCC 跟找一個奇怪的學者 在那邊擦枝抹粉 不要把人民當白痴 第二點 為什麼我們現在政府要這樣做 故意只讓撒卡都出現 因為就我個人經驗 像我們在士林北投區 大概只有2-3%人 甚至5%以下 講比較快一點 5%以下的人 會去看選舉公報 其他95%可能都不會看 所以可能 這是我上次講的 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 有12位市長參選人 也不知道我們士林北投 有25位市議員參選人 是因為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都是已經偏頗了 所以今天來到華視 首先 我還是要先讚賞一下華視 因為華視跟公視 雖然都是公廣集團 但是他們在做法上差別 待遇很大 我覺得華視做比較好 因為像我個人是 設議已經做6年 其中我們一個很關鍵議題 是煙草減害跟電子煙 我跟大家報告 公視之前你們說要採訪我 不管是有話好說還是什麼 那個讀特派記者 很多都臨時都突然取消了 但是華視的記者 他們很有尬 因為我講的東西跟政府都是對做 但是華視就敢採訪 所以我對於華視跟公視 我對華視印象比較好 所以這一次辯論 市長辯論的事情 我也希望 華視可以帶頭示範 做出榜樣 讓我們的12位市長的參選人 都有公平辯論的機會 展現你們真的公廣集團 真正的大器 以及對待我們所有市長參選人 跟市業參選人 都可以公平的對待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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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